大片原雪下巴 经过两天腌渍 放进烤盘火烤 20分钟后摆盘上桌 火烤原雪即使饭店想卖 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因为这个雪鱼的下巴 是属于真雪 所以它产量比较少 而且它的价格比较昂贵 所以星期饭店比较少用 能有这一片片进口原雪 还能不断货 全因背后有靠山 百亿身家的海产董坐 吴国贤历经三代的福国冷冻 有60年历史 是台湾的三大龙头之一 在原雪还不红的年代 它慧眼向重原雪 从国外进口 一个月最多卖出20吨 相当一个货柜的量 而随着原雪越来越红 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这鱼下巴为例 批发价一公斤600元 市场价一片就要近千元 一般的大卖场几乎看不到原雪 会这么珍贵 就是因为原名小林犬牙 南极鱼的它 分布在大西洋 太平洋 印度洋和南极圈海域 都在深海当中 捕捞不仅限制海域 也限制产量 而卖原雪 卖出百亿身价的神秘动作 现在跨足饭店 继续拓展事业版图 三线圈无尽寻清 看到 我们下期见到 我们下期见到 感谢观看